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提到 《求是》杂志发表了习主席的一篇文章 讲当前经济运行当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 李克强真的是一个悲情的总理 一个弱势的总理 一个临走之前只能发出悲哀之名的这么一个总理 做完这期节目 有很多朋友在底下留言或给我私信说 那你说说李强 李强咋办 李强马上就要上任了 你看上面有这么一个强势的老板 董事长要干总经理的活 这个总经理的工作就很难办 怎么办 那按照正常情况 在今年三月份以后 李克强退位 李强就会接受董礼 主管全国的行政和军事事务 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 新冠上任得有三把火 他必须要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如果三年疫情之后 中国经济一片哀鸣的时候 他仍然一上来交代油门把经济搞砸 后面那几年就很难说能再有什么起色 所以他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这也是中国官方给各地放出来的一个消息 当然习和二李的关系不一样 二李就是这李克强和李强 习和李克强摆明了 习是不信任李 李本来是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培养的 如果不是江泽民的插手 党的总书记就没习什么份 李克强当上一把手是正常的 所以种种情况 最后习登了大位 当然就对原来的储君 对二把手不放心了 一百个不放心 更何况两个人不光 在这方面有些嫌疑让他不放心 在治国理念上也有巨大的差异 所以习一步一步剥夺掉李的实际权利是必然的 是必然的 这个是由二人的竞争关系决定的 在这种时候 李强和习就不一样了 习是一手提拔了李强 是李强的知遇之恩 不管是在浙江 还是在上海 还是在中央 习都是李强的前辈 都是他的直路人 都是他的长命灯 所以李强会深得习的信任 这是肯定的 尤其是在上海封城的问题上 李即使有些一开始 有些不太理睬中央的全面要清零的这么个政策 自己搞一套 但到后来仍然胳膊里摸过大腿 上海的很多老同志跟我说 说习本人亲自给李强打了三个电话 给他吃定心玩 也给他威胁 说第一 你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方针 在上海搞防疫 不要搞什么动态清零 不要搞什么你的精准防控 要搞动态清零 该封的封该搞的搞 另外你放心 不管上海搞成啥样 二十大的局势已经定了 总理你来当 所以这一点我给你个准信 这是上海老同志给我讲的 所以李强在有了这种保证 有老大的许诺的情况下 才放开手脚 明明知道不对的 这么一个变态清零的方式 他在上海开始改宣更张 一百八十多大展览 导致了上海后来这个局面 但问题是 确实习给他兑现了 这不上来了吗 上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更像习的一个大秘书 可以说整个政治局常委 那就是一个老板加六个秘书 组成了这么个政治局常委 李就会是其中的大秘 他也从来不敢 也不会去挑战习 这种情况下 李强深得习的信任 那就引出一个问题 我在上集说的 习的小组治国 会不会拿出一些小组的 组长的位置来让李强做 因为你也没必要全都做 事实上你也没做 干活的还是别人 你给别人一些名义 给别人一些职务上的一个变化 也让别人有这种更多的迂回的空间 去做点实事 你比如说 如果想让李强按自己的思路 去搞好京剧 首先李可以自由挑选 国务院各个部门的主要领选 部长重要核心的这些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人家能说了算 那另外一个 就是我上集说的两个小组的组长 一个是深改委主任 一个是财经委主任 这两个主任 要拿出一个来给李 给李 那这里面哪个职位更适合李强呢 我认为是深改委 深改委 为什么 因为中裁委 中央财经委员会 那个不好动 因为有惯例吗 有惯例吗 现在的中裁委 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 那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当时是赵紫阳兼任的 六四以后这个机构没了 92年恢复 是江泽民做组长 志荣基做副组长 大家都知道 志荣基是个强势总理 所以江泽民和志荣基 他俩 分工挺好 江泽民没有去干涉志荣基 在经济方面做的很多决策 所以江做财经委主任 但仍然是人家志荣基 搞得好 搞得算 再到后来 胡温 都这么干过 胡 也是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 但是温家宝是副组长 温家宝仍然在干自己的活 并没有怎么干涉他 那如果是总书记 总书记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财经委主任的 这个事情是个惯例 习把这个事 让给李强的可能性就不大 除非习是把这个职位也看得很重 一切的一切都归我所有 那这样的话他才会不让 否则的话 作为样子 把这个申改委主任的名字 让给李强 他保留中裁委的主任 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申改小组就不一样 申改小组原来没有 是习上台两年以后 搞定的 是一个新的决策机构 习自己任组长也说得过去 他自己搞的 副组长是李克强 还有主管党建和宣传的常委 林云山 还有常务副总理张高丽 当时是第一届 所以你看成员是来自哪 党务 行政 司法 军队 副国籍 这是申改委的人事格局 从这个人员构成上看 申改委比中裁委有一部分重结 但是申改委的级别要比中裁委高 因为申改委不敢搞经济 你看党和国家事务的人也有 这个角色看起来 说实话 总理来干比较合适 这样的话 李强领导申改委 中裁委还是习近平接任当组长 那样的话 李强也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决策权 给外界的信号也更明显 也就是习说的 一心一意搞建设 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 他自己从自身做起 落到的实处 那就是把自己的最高权力 分出一部分来给李强 当然李强也不可能挑战他 这样确实对内对外都有好处 那习会不会这么做 我们还要观察 另外这两天我后台收到一个观众的留言 问说我发现北韩宇宙大将军金正恩先生 最近出现的时候 老是带着他的孩子金竹爱 这孩子白白胖胖的 长得非常喜庆 我一看上去 以为是我爱我家里面的圆圆在世的 他身穿黑色套装 父亲举止亲力 周围都是高级军官 也不怯偿 很好 在庆祝建军75周年的宴会上 金正恩表扬了军方 韩国官员说 他们也正在关注 朝鲜阅兵式的准备 也都在关注 金正恩身边出现的这个孩子金竹爱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金竹爱将来就会接班呢 要不然这么高调亮相干啥 而且亮相的都是关键场合 比如说视察导弹基地 接见军事专家 军官还向金竹爱鞠躬 经过官方媒体说 这是beloved daughter 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女儿 这一项都引起了一个人猜测 他会不会下一个统治北韩的人 我的感觉 我给这位观众 我也没来得及个人回应 我就在节目里回应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关心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第一那就是东亚社会 东北亚 亚洲人 黄种人 他们有一个心理正解 那就是只有裤裆里面带爸的孩子 才能当老总 才能当一把手 就是一定得是个男孩 而且人家金正恩有男孩 目前韩国的军事机构和情报机构都分析了 大家知道的是金正恩和李雪主 有三个孩子 现在亮相的是第二个 一共有三个 分别出生于2010年2013年和2017年 那这个孩子叫金主爱 是谁透露出来的呢 是那个NBA的球星 丹尼斯罗德曼 几次到韩国 到这个北韩和金人玩篮球 才知道第二个孩子 是他说这个孩子的名字叫金主爱 那如果他将来要这样担大位的话 那怎么朝鲜北韩官方会不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呢 不会的 所以现在更像是帮着他老爸 营造一个亲民的形象 营造一个铁汉柔情的这么一个人设 所以让他出来 否则的话就会正式公布他的名字 那目前从这种情况看来 他当接班人的可能性极小 那金正恩的老大据说是个儿子 第三个孩子是男是女 没有人知道 这也是宇宙排名前三的秘密之一 那韩国有些智库分析 从金氏家族执政的历史来看 儿子更有可能成为接班人 这也和亚洲的传统习俗相关 那为什么老大什么样 大家都不知道 这也是韩国政权的特点 第一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 远离公共视线 保护他的身份 同时这个孩子可能年龄也还是太小 不太适合公开露面 那从传统上来看 这确实也和他们金氏家族 在任命接班人之前的调点一致 他们一般不会过多透露这些童年的信息 为什么 就是为了让接班人神秘化 并谨慎控制围绕他成长过程的这种宣传口径 比如说现任领导人的父亲金正日掌权以后 朝鲜官方的教材就说他出生在朝鲜最高最神圣的白头山 说白头山血统这个事就是从这来的 但是大家都怀疑有历史学家说金正日是在俄罗斯出生的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时候等到这个小小金金四胖金正恩的大儿子 借位的时候那肯定也得编出一套只有好莱坞导演和编剧才能编出的故事 比如说某某年某一日白头山金光闪闪 好像天神下凡 祥云密集 在那一刻金四胖出生的一定得编出来这么一套 否则怎么能显示的你跟别人不一样怎么能让他的这个接生的护士出来说 当时也是一把是一把你熬一趴上把他拍哭了才醒过来的 否则一口气没过来差点背过去这些都不能讲都不能讲 那金正恩让孩子出来亮相就这么个信息也引起了世界各地媒体的揣测 我相信韩国的情报机构也是把谁是后面金正恩的继任者 当成头号的任务在做调研在收集情报 那这种宫廷政治的血腥和神秘仍然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和金三胖这个家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当地领导人不容易 尤其是像金家王朝 你看金正恩为了自己顺利继位 就把他在海外隐姓埋名的哥哥在澳门给做掉了 而且选择的地方很有意思 在澳门 从这个角度讲 我再给大家多说几句 今天脑筋风暴比较凶猛 在澳门做调 实际上我认为是金正恩和中共骨子里并不是一路人 并没有基本的信任的这么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为什么 他打心眼脸肯定恨中共 为什么 我的第一竞争者是我的哥哥 你把他养在澳门 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准备哪一天 这个平壤发生什么不测 你马上把他弄回来接替我吗 你说如果你是金正恩 你能这么想 你也只能这么想 你把我的头发对手继承大位的最有可能挑战者 你放那啥意思 那就对我不放心 或者你再养我的一个备胎 这种仇恨超过了夺妻杀父之仇 从这个角度讲 金正恩干掉了自己的哥哥 对中共更是恨之入骨 这是为什么前几天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务卿出了一本书 他里面就提到 他见金正恩的时候 金正恩说 我希望你们美国 美国的军队不要离开韩国 只有这样才是朝鲜 整个朝鲜半岛能够保持现状的最大的军事保证安全保证 你们一走 共产党中共就会像收拾新疆 收拾新藏 西藏似的来对付我 我就完蛋了 当然金正恩面对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因为当年蓬佩奥是中央情报局 他有表演的成分 有临时性之所致 让自己显得特别热络 有领导风范的这么一个成分 但这里面不完全是虚眼 因为就从中共秘密培养养活他的最直接的威胁的这么一个竞争者这个角度出发 他和中国和北京之间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任和最底层的互信 所以他更可能信任美国人 这个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某些时间内是有可能的 这下扯远了 扯远了我们拉回来 就是说这个家族 你看那也是家破人亡 为了自己登上最高保卫 要对孩子保密 让孩子从小最基本的童年乐趣都没有 另外方面把自己的亲哥哥要亲手做掉 以绝后患 那讲起这个呢 也有观众问了 你看人家金正恩都让孩子亮相了 在海外 普京的女儿女婿 有时候还时不常的接受过采访 但最近少了 起码没有隐姓埋名 没有彻底的退出公共视野 那为啥咱们的公主搞的这么神秘 要说起来应该也很漂亮 是吧 你看老大咱们一尊高达威猛 又这么英明神武 有一切事情都可以搞定 还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总设计师 对吧 都很厉害 那母亲那更是漂亮 知名歌手是吧 应该是人形象应该是很好 为啥不亮相 还在哈佛大学毕业过 学业见识都够了 这个我就不能妄加评论了 我还想活命呢 对不对 我不能妄加评论 不能妄加评论 但总而言之 既然不亮相 就有比普京 比金三胖 保护金四胖 更要命的理由 那肯定是不能这么做 才不这么做的 那我倒是很想听听 观众朋友 您认为 咱们的公主为啥不亮相 您讲讲您的看法 那最近几天我看一些贤书 听一些贤片 看到了皇民祖训 那就是明朝皇帝朱元庄留下的祖训 我看到其中的一些片段 真是心中暗自警醒 也暗自伤悲 这些一尊高居在高位上的这些老大们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些囚徒 是他权力的囚徒 是他自己妄念的囚徒 比如说你朱元庄都搞到这个程度了 整个天下都是他的 功臣被他杀了个遍 他仍然不放心 在这个皇民祖训里面说什么 说帝王久安常怀警备 日夜时刻不敢怠慢 则身不被所愧 国必不失 若是安妄备 则兼人得计 身国不可保矣 后面都是文言文 我就给大家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当皇上 你要怎么办呢 你白天要多留一听 别人都在说什么 晚上更要小心 要加班加点 加班人手 严防死守 不让别人近身 说虽亲信如骨肉 朝夕相见 悠当警备于心 就是你的亲兄弟 亲姊妹 亲爹亲妈亲娘 亲信如骨肉 你更应该小心 有备无患 如果万一你需要和自己的最亲密的人 开个黑会 密谋国事 你应该让你的侍卫带刀人员 不可离开十丈以外 一定要在十丈以内 万一有情况 他可以一个箭步冲上来解救你 因为你不这么干的话 就会像元朝的殷踪遇害 那不就是被自己身边的人给搞死了吗 所以左右内使回避太远了不行 后非不在秦处 老婆也不在身边 左右的这种护卫也不在身边 这是为什么元朝皇帝给干掉了 咱们明朝人可不能被这种初心大意给害死 那更要注意的 常备的紧用器械衣甲不离左右 你身边常备一套盔甲不离左右 还要选几匹两马 平时训练好了随时能走 而且跑得很快 你把这些马各自牵几匹放到宫门为阳 到四个城门每个地方都放几匹 一旦有什么情况 你拍马就走 更要命的是 要早起要晚睡 酒要少喝 饭要定时吃 午饭以后不能太饱 为什么午饭以后不能太饱 这个皇民祖先都说出来了 午饭会太饱 你容易打盹吗 你打盹别人不就看你迷糊了 一刀上去你就没命了 所以你看皇民祖先给我一个教训 就是当皇上有当皇上的代价 不信的话 看看金斯帕将来的命运 看看普京 看看世界各地的这些老大们 他们有多么小心 多么借机用人 多么警惕 就知道不容易 今天闲扯的话题很多 希望大家给节目点赞留言 打赏 谈谈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条 特别重要的人事变更 这也是何老板的长相 他也给我安排了这个任务 是啥呢 那就是前江苏省委常委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吴正龙将被指定为国务院秘事长 和李强搭班子 说到吴正龙 那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经历 以及李强为什么要挑选他 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中共的官场 以及全世界的官场都一样 领导熟悉吗 你再有本事领导不了解 那也没用 现代社会已经不再会出现 说遥远的东方有条龙 遥远的龙中有个人中龙凤 叫诸葛亮 那刘备非得三顾毛罗 才能把他请出来 没有那事了 领导不熟悉的人坚决不用 特别是秘书长这种位置 那可以说可以当领导的半个家 可以当国务院的半个家 那这个位置十分的重要 还要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那李强看中吴正龙 就是因为他二位首席 而且现任信任 两个人都曾经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 当然中共官方的消息可以看到 从2022年12月28号 大概两个月之前不到两个月 吴正龙不再担任书记了 也辞任了江苏省人大常委主任 叫另有任用 那另有任用看来这个位置 是非常的重要 就要进中央了 直接和新科总理李强搭班子 那作为国务院秘书长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协调 主要领导之间的关系 这也并不到说李强非要和 丁薛祥有什么矛盾 而是大家的背景不一样 比如说丁薛祥就是当秘书出身 从来没有在地方从政的经验 现在各界都认为丁薛祥会在两会以后 担任常务副总理第一副总理 那吴在丁和这个李强之间 就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这里面他的背景就有意思了 因为吴正龙也是江苏南京人 出生于江苏南通的丁薛祥是老乡 那这样的话他和丁和李强都有一定的源源 有一定的关系 那这样的话协调起来 知根知底很多事情说起话来一些策略 两边可能都能够比较接受 所以这样的话丁和李即使将来有矛盾 而且矛盾如果就算搞的比较大 相信吴正龙都能与两边沟通 协调好国务院的工作 当好这个大管家 那仔细看一下吴正龙的简历 他的确有这个能力 老吴是更定了江苏人了 他起家进入这个核心的这个中共的政权 在省一级上面他的恩人叫包续定 包续定是谁 年轻的网友不知道 包续定是原来最早的机械工业部的头 再后来到了国家纪委 再到后来老包去了重庆市担任市长 接任老包的是后来那个王洪举重庆市长 老包从重庆市长上退休以后 老吴试图没有受影响反而节节高升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 我看也是各界分析的焦点 吴正龙这个人不简单 那就是他在最近几年中共最激烈的政治风暴里面 可以说是个不粘锅不倒翁 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我们看一下 吴正龙在重庆期间 薄熙来是重庆书记 老吴担任过万州区委书记 大家知道吗 万州是重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州 也是很核心的一个区 一个区 那这样区委书记一把手 那市委常委 竟然在薄熙来倒台以后 老吴 没有任何损伤 反而升任了重庆市委秘书长 服务实任书记孙政才 那大家知道 重庆这个官场特别的奇葩 书记倒了一个又一个 官局长也是倒了六七位 哎 你看人家吴正龙哎 福古薄熙来又服务了孙政才 人家就是没出事啊 2014年以后老吴啊走出了重庆啊 仕途啊就和其他的习家军啊 有点类似了路径一样 一两年就动一次啊 这动的当中就和李强发生了一个美丽的邂逅啊 发生在江苏他俩啊在江苏搭了班子 当然也许有人分析说啊 老吴厉害之处在于不但熬过了薄熙来倒台 这样一个地震级的事件啊 毫发卢商反而一个阵的高升成为了习家军的一员 他呀还经历了太原邦的覆灭山西邦 那因为他后来曾经担任过太原社委书记 所以有人分析说哎呀这个啊令计划他们啊 山西邦的覆灭啊 竟然啊老吴也毫发无损这太厉害了 这太厉害了怎么躲过去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时间线啊 发现这个说法有点牵强啊 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啊 2014年9月30号 吴正龙是接替当年落马的陈川平 出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的 2016年10月11号 他不再担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而是到了江苏担任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 而我们看一看山西邦的代表人物令计划落马是什么时间 2014年12月22号晚8点我现在仍然记得清楚 我当时啊哎呦 当时是盯着当晚的新闻联播啊 我们啊做新闻天天必看新闻联播一秒钟都不敢错过啊 生怕公布了什么消息你来不及做 因为当晚啊你要出消息吧 哎看完新闻联播以为没事了 结果半个小时以后晚8点 中共中央纪委的网站就贴出了通知 贴出了一个公告啊令诗人震惊 那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纪委最高检官部 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线索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了会议 决定对令计划立案审查 哎接着就在一周以后的12月31号啊 新年到来的前一天令计划被免去了中共同战部部长的职务啊 再往后来就啊一路下来就开始处理他啊 那么从这个时间看来啊 吴和山西邦没有什么时间的冲突 他刚去太原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 令计划就打台了啊 所以他那时候哪敢和山西邦有任何的瓜葛啊 另外相信中央啊英明组织部英明啊 既然把他啊从别的地方重庆调出来啊 从别的地方调出来去山西啊 那就是啊 已经进了习家军的这个啊 调配的轨道 又在一个地方就过个一两年最多两三年赶紧换地方啊 然后每次都能解决一个级别问题 最后能成为习家军的核心之一啊 所以他当时啊有这种受益有这种悟性的人啊 人家根本不会在地方政治里面介入过深啊 所以啊这个吴正宏啊那真的是个人才 我仔细看了他这个照片啊 让我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为什么他非常像现在中国大陆刚刚热播的一部连续剧 叫什么来着叫这个 哎叫狂飙哎呀这个狂飙啊 这个主人公高启强强哥我发现就和这个老吴啊长得非常像 那气质也非常像那就是温文尔雅啊那就是啊 皮笑肉不笑那就是八面能浓谁也不得罪 那实际上真的啊这个我在最近啊正在看这个狂飙 还有几集啊就全看完了等到狂飙结束以后看完以后 我准备给大家连续做几期聊聊我看狂飙的这个感受 人啊很多时候就是个命哎 你说高启强这么聪明的脑袋这么吃苦耐劳的一个个性啊 又这么善于学习情商又这么高啊 他如果出身好一点不是一个卖鱼的父母不是一早就去世了他要拉扯到自己的弟弟和妹们 他如果进了仕途啊哎呀也许今天国院民事长就是高启强的位置 那也说不定啊所以人呢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命啊是半点都不由人 那这个所以啊这个吴正龙是个可以值得大叔特殊的一个角色啊 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他在重庆在江苏期间的一些讲话一些活动 我感觉啊李强应该是挑对人啊 为什么李强作为一个新科的总理啊他呀要担负着为老大排油解难的这么一个重任 老大有个什么特点呢哎高举高达动不动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啊 什么这个四四二呀四个自信啊四个维护啊两个坚定啊之类的反正是整天就造词哎 这个啊王沪宁就是习近平的理论装修大师 那李强啊就得是那个干活的啊甭管说出啊花来老百姓的生活要越来越好 中国的经济啊面临着重压国内国际局势都这么严峻一定得把经济搞上去 哎所以李强啊会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强势总理 但这个时候啊我发现了这个老吴吴正龙在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啊以及其他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期间 经常会见啊这个当地主要企业的负责人 言之切切当然啊没有出格的话但是那种重商讲究实际一定要把经济抓上去的那个劲啊我们是能看出来的啊当然这和江苏浙江这些省一直就有这样一个传统有关啊那他现在当上了国务院啊秘书长这个职务以后既能帮得上李强搞经济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愿望又能补上啊丁薛祥的短板丁薛祥是个当秘书出身的啊搞人的笔杆子是不是啊整人呢 他肯定是天下第一高手啊那 无啊就能补上丁的短板人家真正的搞过经济 所以这真的是这次人事安排的一个妙招一个妙招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他上任以后会不会按我们说的这样啊是这么一个发展的渠道和方式 那另外习近平啊啊他这个上台以后这次连任啊连任的时候他就像我在节目里屡次所说那就是一个大老板带六个秘书七个常委嘛六个秘书那这里面都是他的亲信其中江苏啊浙江这两个地儿是习近平用人的重镇啊重镇 所以啊为了表述的方便很多人把这个称为江苏帮和浙江帮啊这个话粗里不粗可以这么理解啊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李强就是在2016年当了两年江苏书记啊现在成为了二号人物啊现在又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吴正龙都是江苏的啊 那么丁薛祥是江苏南通人也是江苏的啊当然他丁薛祥啊发迹是在上海啊他的捧党他的这些关系啊力量资源集中在上海啊所以说这个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啊一旦有人飞花腾达啊故土人情家族亲友啊这都会啊蜂拥而至但是像丁薛祥这种人啊啊他在新的中南海的这个布局里面 肯定是一个帮主级的人物啊帮主级啊就是江苏帮啊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江苏帮有多牛啊有多牛 比如说啊国务院侨办主任啊少壮派 著名人物啊现任中共中央团乱部的副部长 这一位啊潘岳也是江苏人 还有啊别赶子啊清华社社长傅华啊是江苏如东人 上海市长龚正是江苏苏州人啊中部战区司令上将黄明是江苏宜兴人啊民政部长唐登杰是江苏建华人 海关总署的党委书记署长于建华是江苏严城人空军参谋长中将于姓江是江苏南京人啊山东省长周乃祥是江苏宜兴人啊 你看大家看看这个江苏人啊不得了啊不得了 另外啊利用节目结束之前几分钟咱们再聊一聊另外一个事 那就是啊我看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这个新任部长 大家寄予厚望的李叔雷可能会让大家失望 为什么李叔雷啊北大的高材生啊向来以思想活跃知识渊博中西贯通著称啊 很多人啊把中共的文宣这个调点 会变得更开放啊更软性更有人情味啊更能和国际接轨啊寄予了很大希望 我看这事没洗李叔雷扛不过这个体系 为什么这两天脱口秀大会啊原来的重量级人物啊池子来加拿大演出啊 我还没看啊我的一些朋友去看了 哎不得不说很多事情用八个字来形容最合适 叫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 因为搞脱口秀搞现场最怕一个什么事呢 最怕别人拿录音笔给你录下来啊去这个啊 抄袭嘛对吧流露出来嘛被别人模仿嘛 那这个知识产权啊就丧失了也会有很大的这个啊 让这个主创人员有很大的损失 那这一次我听说池子和黄西啊 就是那一位在美国发迹的脱口秀啊 大家黄西他俩在多伦多啊演出的时候 跟大家说我相信大家没人录啊 所以啊他们好像没有没收大家的大家的录音笔和手机 告诉大家不要录 结果就真的没人录 我到现在在网上也搜不到 他们在海外讲的脱口秀到底讲了啥 这说明啊 你只要是这个人的气节 这个人的品行啊 你讲做的事情摆在那 大家是都愿意保护你们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 池子据说这一次啊 讲的特别的火爆 那不是一般的火 讲完以后很多人在后面开玩笑 说哎呀你还回去干啥呀 赶紧学英文吧 赶紧办绿卡赶紧论出来吧 你回去肯定有问题啊 那可见他讲的有多漏啊 甚至可能我听说还讽刺了习近平啊 那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我认为啊 果不其然 他的脱口秀结束没两天 我今天就看到了消息 池子在国内被全网封杀啊 全网封杀 这个事情啊让人真的是喜忧参半 那忧的是啊 一个讲脱口秀的啊 人家在海外的演出说的过头了一点你就给他全网封杀 这简直是有一点啊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过的那个感觉 另外一个呢 就是哎 一个普通的脱口秀演员 一个池子能让他们这么害怕 而且海外的观众这一次对他们特别的支持 我听说在加拿大看脱口秀的啊 人啊 以青年人为主 那这些年轻人啊 这个可能是00后啊 至少是90后这帮人 他们才是社会的未来 而且我们以前的担心 比如很多人这个小粉红 那很多人这个啊 这个家学圆圆 他爸他爷爷都是老粉红 培养到他这小粉红 而且没吃过苦啊 没受过罪 那一直就长在蜜罐里 他当然红了 哎 但是这几年的疫情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啊 脱口秀 这种方式也特别受年轻人喜欢 所以我听说这一次都是年轻人看的 哎 你又给人家疯了 所以你说让这帮年轻人脱口秀的主力军怎么想啊 这说明啊 脱口秀的这个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啊 近期我们会看到一轮白色恐怖 我觉得像这个什么李旦啊 这帮人跑到美国啊 他们到美国的演出听说没收手机了啊 就是以防有人录啊 那你看 这个我估计脱口秀整个的行业 在中国也会受到极大程度上的一个整数啊 李旦这些人被封啊 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啊 因为脱口秀就和啊 那个所我所谓的这个摇滚是一个风格 脱口秀和摇滚 如果你不叛逆啊 如果你不仿刺 那怎么还叫摇滚 怎么还叫脱口秀 那简直就是啊 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啊 比如说人家这个这个rap啊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摇滚 人家在国外都是这个调调 到了中国啊 好像成了什么主旋律啊 主旋律的这个这个唱摇滚 或者搞脱口秀啊 那还怎么看 你能想象用摇滚唱啊 咱老百姓接着个真高兴 那是摇滚吗 那不是摇滚 还有我给大家曾经播过的啊 这个河南老头老太太啊 习主席我爱你 天天天天想着你啊 天天天天想着你 这些东西啊绝对和摇滚啊 和脱口秀这些艺术方式绝缘啊 那最近些年啊 脱口秀得到了大家 尤其是年轻人热烈的一个追捧 也就是源于他的讽刺性 我看脱口秀大会这帮人 已经极尽全力去演示了 最多讲两个疫情里面发生的笑话 别的他一概不敢讲 那这次池子被封这个事件 我认为啊 也预示的后面几年 舆论管制的环境和个人的风格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你说李书磊 他又能怎么样 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 这个政权 这个体制 尤其是老大 他怎么对待不同意见 就像他自己说的 中国这么大 不同的人有 对同一个问题 有不同的看法 这很正常 哎呀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 海内外欢欣鼓舞 我就觉得可笑 那你关键看 后边他说的是啥啊 很正常 很正常括号 你别疯啊 对不对 哎 很正常你还把人家疯了 连个讲笑话都会疯了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丝毫不敢乐观 今天的节目就先坐到这儿 我们欢迎您给节目点赞打赏 更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讲讲您对池子全网封杀的看法 也对心上来这个温正龙 为什么这么牛 为什么成为不粘锅 不倒翁 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打赏